原來消息 來看到天團五月天 昨天在台南勢力體育館開場 第二場的演唱會嘉賓 邀請到金曲歌王周華健 五月天跟周華健在台上合唱 讓台下的歌迷還煩 溫柔嗓音 台下歌迷聽得好陶醉 五月天台南第二場演唱會嘉賓 邀請到金曲歌王周華健 這是他們時隔八個月再度合體 這回演唱經典歌曲 我不願意讓你一個人 靈感來源就是周華健 我不願一個人 對 不願一個人 五月天和周華健搞笑功力 一流了他們 也在台上分享不少有趣的事 其中五月天提起周華健演唱會趣事 讓不少歌迷笑翻 我們也是去華健歌的演唱會 就是我們做那個看台區 居高臨下一看 哇 很多的這個 疑慈疾 有一次有幾個壞掉 我一直都沒有去那邊 即便是旺詞 也不影響歌王周華健的魅力 周華健被主唱阿興大讚 根本是行動的黑膠唱片 讓周華健聽了好害羞 其實華健歌一唱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那個 渾身的雞皮疙瘩 有讚情 真的嗎 對 因為 五月天台南第二場演唱會 由周華健擔任嘉賓 接下來三場演唱會 又會邀請哪位大咖同台飆唱 不少粉絲超好奇 除此之外周華健也將在四月開唱 疫情虛緩 演唱會一場接一場 粉絲可以好好期待 華視新聞 林立婷 張正傑 台北報導